呛呛三人行 扎老师 王萌老师 今天我要跟你们汇报一下 我去了趟丹东 去趟丹东挺有意思 人家丹东的朋友 带人特别的热心 你像有一小哥们 家伙就开着车 领我游了一天 到这丹东不同的景点 说你看对面就是朝鲜 然后又把我拉到鸭绿江大桥 你看那就是朝鲜 然后又把我拉到 明长城的起始点的原址 当然现在建的长城都是新建的了 但是站在长城头上 这小哥们说 你看这脚下那边就是朝鲜 我说你领我玩这么一天 只有一个目的 是偷渡朝鲜 去丹东旅游 主要是看朝鲜 我才算明白 他就是当地 可以过去旅游 可以 可以办签证 可以过去 但是你一般咱没办签证的 当地人带你 你主要的兴趣点 你想朝鲜 因为一江之隔 就看朝鲜 看朝鲜 所以我也觉得真是挺好玩 我给你们看看这个照片 我拿这个手机瞎拍的 鸭绿江大桥 你看这个桥的进处断了 那就是被美军飞机当时炸断的 旁边又修了一座类似的桥 这是中朝两国交通的桥 但是也很有意思 你看比较大的 搭着铁架子的建了大概有80%桥段的 是我们建的 但是快到朝鲜那边20%的 也没有这么多的铁架子了 是朝鲜建的 两边建的桥接到一块 你看再下一张照片 你看这就是断桥处 这当年被美军飞机炸断的 鸭绿江大桥 你再看下边 这就指着你 你看 这就是朝鲜 就你站在断桥处 但现在是个景点 看着那边就是朝鲜 然后还有一张 咱们再看 尤其是晚上 你知道那就更有意思了 你在丹东这边看 那真叫灯红酒绿 你知道吗 就是你朝鲜在哪呢 你瞧见没有 就在一片黑沉沉 就是夜沉沉的地方 就那片 你看这个灯火断桥处 那边夜沉沉的地方 就是朝鲜新一州 这像当年咱们从大陆过海关 看香港万家灯火 或者东德西德 一强之隔 你是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他老让我看 看多了我就看出感情来了 你为什么看这感情 就是说想投奔吗 你觉得你在眺望着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隔着也很近 所以我说到哪能看到 看不着 但是当地人就说领我去吃饭 说你能见着这朝鲜的女服务员 美女 这人家当地那小哥们还说了 说我告诉你 朝鲜的女孩比那个韩国的 哪些个整容的强的多了 照他们的发现 就是朝鲜女 说虽然是丙脸 但是他这个丙脸有他的美 但是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什么 你到一个餐厅去吃饭 他们那里的女服务员 你知道吗 是组织来的 不是什么私人打工 是有带队的 而且人家还学习 中午饭 晚上饭之间 下午干什么就学习 还组织学习 而且最 我觉得让我感触最深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很稀奇 而且我就说我能不能给他照个像 真是害羞 不苟言笑 你知道吗 就是你得给人家带班的带头的 给人家说 我能不能给他照个像 说半天 不给你照相 你就会觉得 是不是有纪律还是害羞 他最后事实上是可以照 你知道吗 可以照 但是你可以看看 我跟朝鲜的女服务员 你看他这表情 他不会给你笑容的 你知道吗 他实际上就是 你就给人家做很多劝说工作 对吧 在我的衬托下他更美丽 你看到没有 真的 真的挺漂亮 对 就这次挺漂亮 他就 很可爱 很可爱 很很可爱 而且就是你能就是你能感觉到 他很显然也有一种代表国家形象 这么一种 一种教育 就是我虽然在这里是餐厅服务员 可是我也不会说 多么对你低声下气 跟你卖笑 或者是这些 他就绝对不会这么想 你这个倒让我想 因为我在北京的住处 就在朝鲜大使馆附近 所以这附近 我就住了多年 听说有一家很有名的朝鲜馆子 叫海棠花 我还记得 这馆子现在没有了 但是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就是听了很久 说你们家附近就有这个 而且说里面的女服务员都很漂亮 而且说有特殊任务 那个时候那很多年前 那特殊任务员不是说什么色情服务 不是这意思 他那特殊任务员就意思 就说都带着侦探人 我们搜集情报 还变成一种很漂亮的女特务 你想这吸引力 就很多人都 就包括沈公 他们就跟我说都知道 你们家附近应该一起去吃饭 后来我终于就是说去吃了一次 这个店面很小 服务员很多 就我就记得我看见的那天 就去吃个午饭 就在那晃着 你就感觉有点社会主义那种 就是好像大家都都有饭碗 大家都在那吃饭 就都很多人服务 其实没有那菜也不怎么样 说实话很普通 我就记得什么一盘炒土豆 什么蛮挺粗的那种饭 但是呢 确实你就感觉这个地方有点不一般 我也不知道是预设了这个什么 人呢也都长得就是挺周正 周正 当然我后来一感觉就是觉得都分不出个儿来 我就有这个感觉就是说他肯定是挑选过 培训过都长得就比较标准化的感觉 都是那种样子 你知道就是白白的静静的扁脸长的都是 我这说的 那是人家的优点 没听不秀 我跟你说 我听他们当地的人跟我讲 因为你可以是汉人开的饭馆 但是你说我需要就跟那边是组织行为 组织上咱们合作 那边就有带队的带一些这个女服务员过来在这里工作 他们当地人说说这还都是那边的干部子女 就是一般人家的子女 来不了来不了 这是好工作呀 你知道吗 他可能是平出国服务 对你像刚才跟我合影那个我问他家在哪 他平壤的吗 这平壤的 而且到这来 这个严格管理 就是说可能出去的时候得四五个人一起出去 对根本就不能够走太远 你不觉得这很熟悉吗 我们当年就是这样的 你这个觉得 就跟中国最早的运动队体育运动员代表队出国 那个感觉是不是有点像 就原来苏联也这样 你出了国都得集体行动 就是不能单独出门的 三四个 要不我老是记得一点 这就是朝鲜 这就是朝鲜 就让我特别想起来呀 就是八十年代初期 那时候啊 我去珠海的时候 珠海有一个项目就坐上一个船 就围着澳门那么来回的转 然后这就是澳门 这就是澳门 没错 这就是澳门 这个感觉差不多 没错 现在呢 珠海跟澳门之间的交通就越来越方便了 很多在珠海工作的一些 包括干部 包括什么卖花的人 这个做生意的人 他们都有长期的跟澳门的通行证 就不需要临时办任何的手续 就可以干什么了 这朝鲜呢 你去过吗 这个建议 我没去过 你没去过 我去过一次 1986年12月 是当时作为官方的代表团过去的 那个时候据 我听我们的熟悉澳门情况说 认为当时的朝鲜的经济状况 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在这个文革之后 我听到过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说 那个意思就是中国呀 这政治运动 尤其是这个 尤其这个 自己搞自己的阶级斗争啊 搞得太厉害了 甚至于说过这种话 就是你即使不搞改革开放 你像北朝鲜那样 但是人家的经济发展的 也还是不错的 那时候就说朝鲜的那个化迁 好像比中国还先进 说朝鲜人穿的比中国人好 这我说的 这是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的情况